15万如果去选一台 让老婆孩子还有父母都满意的一台纯电SUV 广州车站我找了一大圈 终于找到了奇瑞数想价 都知道买一台SUV最关键的是什么 空间是第一位的 15万这个价位 你个中大型的SUV你别考虑了 来先来看看这台数想价 2830的越级轴距 加上高达67.2%的车内空间利用率 让你花A级SUV的钱 能享受到中型SUV的一个空间 这个其实跟你买房是一个概念 就是你花小钱住大房 拿了一个很高的折房率 划不划算你自己心里清楚 家用车安全绝对是重中之重 这台出厂家采用的是全铝一体化的一个车身结构 有什么好处呢 坚硬不会变形 而且在生命中心内是绝不会生锈的 关键车身还减重30% 能耗还降低了5% 同时这个续航还能分较20公里 一举多得 车身底盘还有三电 都是用的一体化如何设计 整车的框架和电池的框架 采用了双层盔甲安全结构 这点非常重要 让电池安全有所保障 我这说的这个保障绝对不是我信口捏来的 人家整车加上三电系统是终身质保的 什么意思呢 在行车过程中 电池出现任何问题都不需要你转 而且这台车有着512公里的一个超长续航 无出行驳驳 安全有方式 家庭用车说白了 坐车最多的还是老婆 来看一下 女王附驾 光这么看没有这么特别的 但我跟你讲 只要你让你媳妇往上一裤 我跟你讲 我估计她屁股都挪不下来 什么座椅四项调节 座椅通风加热我都不谈了 关键往这看 电动腿拖 8点按摩 还有报色按键 我想问什么样的级别给你这样的配置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 花这样的价格买到这样的配置 自己有面子老婆也开心多好 而且我说的这个15万只是一个大概 我刚才了解了一下 来给你们详细讲一下哪些优惠 第一点增购新车补贴4000元 第二点 如果你有油车的话 置换电车至少抵3万 第三点你们最关心的 首付只需要1块钱 然后你3年07 日供只需要37 我刚刚讲所有的优惠加起来 你们都算算看落地价这台车 到底便不便宜 如果感激你的兄弟们 我建议你们来广州车展 骑车展开 亲身体验一下 或者去身边这个赛线体验一下 一定会有机器